香港各位同胞 香港市民 武林人士 全世界武林人士 全世界的華人 尤其是香港的同胞 早晨 今天我要踢爆這個老千集團 那個主佬 楊寶利 這個老千仔又跑出來搞搞振了 在香港 又在拿投資公司 投資顧問 股票 想發揚股票 來賺錢 他這間公司叫做 North Brandle 投資顧問公司 各位同胞 你們留意這間公司 楊寶利和他的徒弟 曾經是 香港警察來的 已經被警察部隔離了 這個叫 曹國鴻 又名叫曹松 你們一會兒可以看片 這個楊寶利 這個楊寶利 他的徒弟 以前是去年 就跟香港一間 倫敦金辦事 你們應該知道了 騙了多少錢 已經被香港商業罪案調查科 查了他們 他們是來的 蕭炎坤和楊寶利是結拜兄弟 還有一個香港和姓的黑社會 那個賊頭叫黎浩然 花美的黎仔 先國派在麥當勞門口 被人打到糟糕的 那些東西 各位同胞 香港市民 我也都是來自香港 香港是一個很神聖 很乾淨的地方 但是沒辦法 香港太複雜 有敗類在那裡 這個楊寶利不僅是武林敗類 是百味派的稀圖武林敗類 他已經是走投無路了 死了 鑽窿建立 去年 跟那個蕭炎坤 拍著搵食 倫敦金 被人踢爆了 他也都有幾個徒弟 幫這個蕭炎坤做事 那個坐在輪椅的女徒弟 叫Ivy Ivy Fund 姓范人 還有曹國鴻她老婆 就是現在這個幫來投資顧問公司 那個曹國鴻她老婆 還有一個張發生 全部都住在一間房子 在元朗下陽村 這些賊鬥 老千鬥 那各位香港市民 你們聽了我這段片 還有香港ICAC 還有香港這個商業罪案調查科 你們最好是要跟進這件事 不要搞到有香港市民會被騙 這個楊寶利 他不單止在那裡騙騙騙騙 連他的正所謂博士都不知道是誰撿回來的 他連小學到初中 初中還沒畢業 兩句英文會話都不曉得 當年還要打長途電話問我 這個英文為什麼 這個楊寶利 這個人真正的認識他 是一個老千集團之中的老千 他搞了一個叫什麼 是一個水果店的 在元朗 好像元朗教育路在哪裏 那個水果店的小小間 真是在門口阿都尿尿到後門的 那幾十尺地方 他就夠膽地死 在那裡被人說 是金田 水果集團 我曾經有罵過他 怎麼搞錯 水果集團 你到的水果集團 那油麻地 水果欄就不用做了 成百年歷史 這個就是 老千表露無畏 他現在就走投無路 在西下不知哪裏認識到一個人 借私還雲 還有借人的空殼 蓋了當的公司 再來做 一個叫 那些股票投資顧問 那就是你給他們什麼錢 你給楊寶寧 楊寶寧 拿來開飯啊 夾米啊 拿來買什麼什麼啊 他好命的 賺到多少就給回一兩個先 老實說 他這家公司 幫來投資顧問公司 你們也是買慣股票的人 也都要查一查這家公司的底盤 有多少投資的資金 在我們美國 一家這樣的公司 老實說 是犯法的 你一定要在股票 在政府部門 因為香港法律罵很容易走的 美國 他死硬了 跟你說 他這家公司 我敢說楊寶寧的身家 沒有100元港幣 跟你說 拿來騙人家 拿來騙人家 你們香港市民 看到這段影片 就要留意了 幫來 就是聯邦的幫 OK 幫來投資顧問 這家公司 他就不敢拿名字出來做的 因為他老千真的很聰明 他倫敦金 他也是不拿自己的名字出來做的 推他的徒弟去死 現在推誰去死呢 推這個曹國雄 曾經是香港警察 現在連警察都不當了 這個是老千仔 跟他的證書是師傅 出來騙騙騙 各位市民 香港市民 留意這家公司 幫來投資顧問 OK 這家公司 就在2019年 9月17日 成立的 一家投資公司 老實說 我也有玩股票在美國 OK 老實說 我玩的那家股票 人家的身家 是超過百多億美金的 五百億美金的 是大廠大公司 在香港 在香港 某一個集團 那些富豪 他們的那些公司 拿起一千幾百億 幾百億 喂 那起碼就算是要蓋鬥 你們啊 投資者都有些渣辣 如果你投資下來這個老千陽 沒有你的幫來投資公司 你就死定了 如果是養豬 尖田的那些阿婆阿嬸 你連棺材本都沒有啊 棺材本都沒有啊 即是去年 在這個香港那些倫敦金 我在視頻裡也介紹了 有兩個女士 老實說啊 他們那些血本無貴 連棺材本都沒有了 就是楊寶寧 和那個蕭炎坤 啊 這是可人來的 這個楊寶寧很聰明啊 你看他死人的樣子啊 他不是面猛啊 人家說面猛心聰明啊 他不是啊 笑口細細的 很禮貌的 很好的禮貌啊 這個叫食人掠骨 還有一個香港人有個俗語 這個叫食人倉 倉語啊 食人啊 連骨啊 連頭髮都吃了 叫食人倉 現在我們按個起名給楊寶寧 這個就是食人倉 為什麼我要瞪著他呢 因為這個人呢 已經騙了很多人了 我本人也是被他騙了 真的很多東西很多東西被騙了 這個人啊 一定要拿一條五段軍 中蘭軍 OK 柴薇軍 一殺軍就打死他 我今天這條片一句粗口我都不說 因為這個呢 我已經拍了六十九集 啊 OK 都是說粗口 但是今天呢 我奉勸香港市民 香港投資者 香港玩股票的市民 要留意這間公司 留意這個老闆 曹國雄 一會兒我會有放他的相片出來 啊 他跟這個這樣的楊寶寧的相片 啊 還有去年他這個楊寶寧 拍字蕭賢君 和一個黑社會和性和的黑幫分子 我放他的照片出來 你們是 人家說照單執藥 你們是照相片識人啊 啊 我怕你們呢 血本無歸 老實說 在新聞 每天都有些新聞 老千 通街都是 多過蟑螂 你一共不小心 你就死了 血本無歸 你告他沒有的啊 是他們要走法律下的 他那間公司其實來說呢 就是什麼呢 已經是一個空殼公司 是拿人家的空殼公司 在馬來西亞那裡 啊 啊 他這個那樣的 楊寶寧穿的 那個那樣的 那樣的 那樣的 博士帽 博士帽 也是馬來西亞 啊 找一個姓陳的 啊 借回來買回來啊 啊 啊 又是馬來西亞啊 啊 我這篇不是罵馬來西亞人 也不是去 讀人家馬來西亞的任何投資者 但是他這個幫來公司 投資公司 就是他在馬來西亞 不知道找到那些什麼人 啊 我現在已經找著 人在查 啊 到時我也都會讀出來的 我一定把那些混蛋出來 不要害人害物 他已經被他師父蘇劫光 踢出白尾牌 踢出師門 他死心不惜 這個人沒有做過功的 啊 你看他 那死人的樣子啊 青靚白正 老實說啊 我們這些手都起枕了 啊 也是個單單扯托託的 每一分錢 變得有血和有汗的 那些 fick getting 連一滴的汗都沒有出錯 一滴的汗都沒有白血 remar ri 要是骄骄骄 那個蕭元坤 他的手下 Irie姓范的 和他那個老公姓鄧的 出來搞一間 又說什麼倫敦金的 去年就爆大禍了 好了 現在蕭聲匿跡 OK 蓋鼓 蓋旗 但是老千始終是老千 因為他要生活 老實說 十六萬八千幾個豪宅 在夏陽村 喂 大佬 首先借櫃也沒有人借給你 老實說 他在香港報過什麼稅 我以後沒有人在美國 年年納稅 納稅給聯邦 美國 聯邦政府 OK 給紐約州政府 是納稅 不單只是報稅 這個不是混蛋 這個楊寶寧 我忍不住叫你混蛋 做什麼 你死不了了 還有幾天就新年了 你回去死呀 中井 中井死呀 我有一個師叔 老實說 他說你學功夫學不成 教育不成功 教育不成功 他中井啊 他頭上中下井 中井死了 楊寶寧 你不要害人害物呀 你和我曹操 曹國雄 你倆不要走出來騙人呀 快點 中井死了 新界有很多孤井啊 中井死了 就費一月一號新年了 我告訴你 我首先恭喜 全香港 港九新界十八區 所有我們香港市民 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 但是有一件事 就一定要就這個人 打這個楊寶寧 老千 你這一輩子都不會得過安寧 跟你說 楊寶寧 你死呀 楊寶寧